最後有兩根稻草 第一根稻草是亞洲的區域結算歐幣出現 不管是叫做亞元還是人民幣 第二個是OPEC國家放棄以美元為結算的歐幣 有沒有可能 我不知道 但是兩年前曾經傳出來 OPEC國家希望密謀在18年的時候廢除美元計價 那隔一天在美國 這是杜透社發表出來的 隔一天在美國聯合力底下施口否認 但是就跡象來看 美國為什麼拿伊拉克 不是為了石油 是為了伊拉克跟中國、俄國、德國、法國 簽了一個440億桶的30年的開發計畫 它的石油儲量是111桶 1100億桶 那簽了這30年的計畫 就保證了這幾個國家境外石油不予潰滑 而且說明不用美元計價 所以一定要打 美國為什麼打敘利亞、利比亞 都跟他們想要跟OPEC脫鉤 自己建立石油貿易體力 比如說敘利亞 為什麼他們一定要 那個伊拉克的海山要砍頭 然後利比亞的格拉菲要砍頭 現在那個敘利亞的總統一定要下台 因為他推出的叫做四海計畫 他希望串連一些國家 透過那個地中海、黑海、離海 形成一個新的石油氣的貿易組織 而這個石油氣的貿易組織 不用美元計價 那為什麼一定要打伊朗 一直想打伊朗 也是因為伊朗宣布不用美元計價 這幾十年來 美國在中東地區幹了那麼多事情 環繞一個核心跟石油有關 但是不是所有的石油他都會幹壞事 而是誰想要跟OPEC脫鉤 特別是不用美元計價 他就一定要把你幹掉 這是為了維護美國的這個美元霸權體系 好 那我最後做幾點結論 也就是說我們說那個改變現狀 是誰在改變現狀 改變了什麼現狀 實際上美國從韓亞洲戰略 也就是說這個亞太戰略跟戰略 主要是要鞏固美元霸權 剪止中國只是他的一個策略 一個手段而已